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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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比较冷的区域呢 其实台湾还是在边缘 所以这个虽然说有降温 可是还是没有来得这么冷 主要这个最低温大约是在11到12度左右 而且呢这个冷的区域是逐渐往东边移动的 随着时间慢慢往东移动 所以呢来到礼拜四及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温度在礼拜五的时候会慢慢回升 因为到礼拜五的时候 它已经逐渐的这个东移离开了 后头就是属于比较温暖的空气 慢慢这个温度就会回升上去了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天气状况还不错 而且温度也是比较温暖的 星期四星期五及星期六呢 都是属于这个多云道晴的天气 全台湾各地啊 几乎都不太会有下雨的状况 那到星期天呢 属于这个偏东风 所以在东半部呢 云量比较偏多 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正雨的情形 至于在温度的部分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星期三的时候 今天晚上到这个明天的清晨 北部以及整个西半部呢 温度都是比较偏凉偏冷一点 最低温大约只有11到15度 那像是在空旷地区啊 要特别留意 有机会出现辐射冷却 可能会再降低一个1至2度哦 非常冷的这种温度状况 那至于在东半部呢 其实天气状况也是类似 但是在东半部啊 云量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感受上 可能会有一点比较湿冷 阴冷的这种感受哦 那至于在这个星期四的白天呢 星期四的白天 在东半部 因为云量还是偏多 虽然说中午的时候 这个温度有回升 但是回升的幅度是有限的 感受上啊 这个日夜的温差其实并不大 都还是比较湿冷一点 那至于在北部到整个西半部呢 因为在星期四的时候 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阳光 如果中午有阳光出来的话 这个温度回升就是非常明显 像是在屏东 清晨最低温可能只有13度 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 可以回升到25度哦 所以越往中南部走 日夜温差会越大 提醒您要注意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感谢您的收看 θη优独播剧场—— закон by EN sut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